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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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電單車和牛肉湯可 大家對越南的印象又是怎樣呢? 其實近年不少投資者 開始對越南物業有興趣 憧憬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會重現中國的經濟奇蹟 今集讓我們帶大家去越南的首都河內 了解一下這裡的新面貌 由香港出發去河內 行程不用兩個小時 一套戲都未看完 已經到了河內的內排機場 提一提大家 拿特區護照去越南是需要簽證的 費用大約是260港元 港幣 河內市的面積有3300多平方公里 大概是三個香港那麼大 人口大約750萬 初來報道 當地朋友就說要教我們做越南人 原來是學過馬路啊 原來河內市裡面有超過500萬部電單車 有研究說每公里的馬路就有2500部 相信都是得當地人才可以過馬路過得那麼瀟灑 第一站 第一站我們來到河內最繁榮的環劍郊城區 地標就是環劍湖了 相傳600年前有個民間領袖 走過這個湖的時候 有隻神龜送了寶劍給他 之後他成功帶兵 也退入侵駕明朝大軍 還建立起王朝 但是今天的環劍湖已經成為貴的象征 附近有很多法國殖民地時代的建築 裡面都是國際品牌的酒店 大型公司和銀行總部 這區的住宅平均赤價去到5000港元 你可能會說這個價連嘉湖山莊都買不到 但是對平均月薪只有1700到2000港元的當地大學畢業生來說 已經是天價來的了 構成裡面的36階 保留著河內的傳統面貌 這裡每一條街的商戶 很多都是同鄉 所以整條街賣的都是同一種貨品 好像銀器街 竹街 鞋街等等 不過隨著旅遊業發展 現在同一條街已經混雜了其他店舖 跟認識人的畫面已經很不同了 經常聽人說 越南的女生出名身材妙條 但是這裡的樓更妙條 行過舊區周圍都是幾層高 但只有兩三個人這麼寬的舊樓 有人說原因是因為土地供應緊張 所以才建這麼多牙籤樓 也有人說政府計算地稅的時候 主要是計算闊度而又計算長度 所以牙籤樓就建到到處都是了 離開舊城區 我們轉去拜訪一個移居越南超過20年的台灣人 他住在離舊城區半小時車程的別墅式大型屋苑 這個屋苑由馬來西亞發展商發展 分開排屋 半獨立和獨立屋 面積由千多呎到二千多呎 售價折合港幣大約三百萬去到八百多萬 來自台中經營電單車零件生意的簡先生 和越南籍的太太 四年前買入這個屋苑一棟三層高 大約二千呎連花園的排屋 地下一樓是客飯廳 屋主採用中式家具佈置 連開放式廚房 二樓是主人房 二樓是主人房 和子女的房間 但是屋主三個子女都在外地讀書 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空置的 三樓主要用來放雜物 和有一間休息房 屋外有私人小花園 屋主種了不少植物 亦都有小水池 得閒餵下魚 聽著鳥仔聲 心情都放鬆了 簡先生說 年輕時家經營裝修工程生意 九十年代和家人來越南收購木材 被河內簡泊的生活方式吸引 決定在這裡落地三根 二十多年來見證著河內的發展 我二十幾年前來越南的時候 我台灣的家人跟我說 台灣這麼發展 你幹嘛跑到越南來 那二十五年以後 我在回去台灣 我的親戚跟我講說 我當初怎麼這麼有眼光 你看越南從我來的時候沒有高架橋 到現在高架橋 然後他們的捷運又準備蓋 然後以前紅河只有一條橋 然後這幾年來已經蓋了六條橋 然後以前我到機場的路 我坐車是可能就是那個石頭 那個路很不好 我可能會石頭 會打到那個車頂 會跳 但是我現在是很平坦的 而且速度很快的到機場 不過他建議 雖然當地物業的回報幾級人 但是投資者一定要親身去實地做足功課 了解發展商背景和物業地點 才不會買錯中伏 下集會帶大家看看河內的新商業區 以及售價只是港幣100萬的波層式樓盤單位 不要錯過啦